我们这边好多那个水瓜 这个一条条这么长的 后面是我父母 还有请了一个保姆在这里照顾他们 年纪大了 现在呢我要过去接小凤 小凤那边没有电了 然后我去接他们回来 他们那边没有电的话呢也是不方便的 顺便等一下我 看一下我送一个移动电源过去给他们 哎呀我妈妈说了 这个心情非常不好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她知道我把小孩送回市区了 哎我真是难了 现在送回市区妈妈又说不开心 要想每天看到小孩 但是你不送回市区又麻烦 哎呀那边又难这边难 所以把我夹到中间 我真的不知怎么讲 哎 没关系的 相信一切都会过去 来这些水瓜 这种水瓜呢 好多人呢 吃不了的吧 我们就可以吃 身体好的人就可以吃 身体不好的人呢吃不了了 到处钓游你看 多好看 哎到年纪大了就像我父母一样了 两个人坐在一起 非常的好 我问我妈妈喜欢吃什么菜 她说那个鱼的话呢就吃了就生啊生子要养 那个鸭肉呢还有 嗯这个虾要吃要生养 嗯猪肉就6块5一斤 买的10块钱猪肉啊吃两天都吃不完哈哈哈哈 那难搞啊现在这么便宜6块5一斤 养猪的要亏本啊亏啊啊那现在除了鱼鸭 嗯这个海鲜都没什么菜啊都是这样了 是吧 好了我要去接一下小凤了啊 今天要跑基地然后要跑到这里 要跑到小凤那里接他回来 跑三个地方 每天那这样跑的 麻烦了 今天要接小凤还有两个美女出去了 然后晚一点的叫两个美女跟我 我光哥一起直播 不知道小峰去哪里 接到两个美女回来 这么漂亮的 拖垃圾把她拖 我这小车都没有 美女搭开拖垃圾 都有这么漂亮的两个美女 真是让人羡慕 今天晚上来我直播间 然后给大家分享 带大家一起 看一下这两个美女 到底是怎么样的 记得吧 在光哥直播间抖音 这个旧级啊 两天没有电了 一天没有电还是两天没有电 一天一天一天 从脑上六点钟就开始没电了 什么东西都断完电了 只有光哥这里不断 我还有一个 这个用完我还有一个 有 真牛 你真牛 你叫裤子都烂了 我没有去买裤子了 裤子的烂 就是晒黑的那个位置 这是我的直播设备了 今天晚上呢 准备叫上他们几个一起过去直播 然后呢 我的这个是2500一个的 两个 下面还有一个 好多人呢 都说我光哥这套设备好 我告诉你啊 不但设备好 而且呢 盔带非常的方便 也有那个无线的电源 那个叫220V的 所以非常的 我的这套设备呢 非常的迷你型 现在呢放在后备箱 基本上就看不了 看不见 所以说我这台车也是挺好的 什么宝马奔驰都没有 我这台好 我这台耗油少 然后呢 质量又好 倒车呢 随便倒 啊 要不用心疼 一般的话呢 有石头的地方 我也敢开过去 就像神车一样 特别是可以装 我们这些直播的设备 非常的方便 实用 到时候 大家想要了解 这套设备的最好呢 来到光哥的现场 和我一起直播 一起嗨 一起玩 现场的声音呢 更加好听 比直播的声音呢 好听多了 你看我光哥是这样讲话 但是呢 直播起来的声音呢 特别好 超级的棒 记得不 价格贵一点的吗 四万多